那森岛片完整故事线梳理世界艺人齐聚一地见证神术毁灭 为了利益不顾一切被西摩斯火力压制强制登上岛屿 王之九位誓死抵抗只为守护千年传承众人结局令人惋惜 暗中操作总指挥二状化身抱走小萝莉秒杀所有猎卷 王之老爷李沐玄名副其实之身硬扛大面积火力覆盖 一个视频看懂那森岛片章到底讲的啥又对整体剧情有什么作用 其实在艺人中最烧脑也最令人诟病的就是那森岛片章了 和唐门片一样用了一百多话来为我们介绍了世界艺人的格局 因为涉及了太多人物和势力 所以在追翻的时候往往有种看不下去的感觉 刚开始大家都急着看自己关注的剧情 所以选择性地忽略了好多细节 但随着神术被毁也终于迎来了那森岛片章的完结 这时那森岛的整个故事脉络才完整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接着顺势引出主角团的支线任务 也就是现在的三一门往事片 然而由于那森岛片大多内容和势力划分是相当的散乱 看完之后还是觉得这个篇章和之前的相比简直相差了太多太多 重新为大家梳理一下那森岛的故事线 让大家再次感受一下那森岛片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有用的信息 当然也可能存在过度解读的地方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探讨和指证 在漫画中关于那森岛的剧情其实可以追溯到《碧游村》篇章 而张楚兰等人的脚步可以说都是马大姐去同所作的一系列策划 包括那森岛上折断金枝的做法也有可能少不了马大姐的参与 虽然我们现在并不知道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但种种迹象表明马大姐绝不仅仅是要新社社长这么简单的背景 《碧游村》篇章中她授意马仙红派遣陈朵抓捕吴根生当年的跟班金凤 通过双拳手的能力获取到了金凤的全部记忆 这其中就包括24节骨的路线图以及关于冯宝宝的一些信息 当张楚兰等人还在和马村长战斗的时候 马大姐就派人前往24节骨取走了吴根生的全部藏品 并在山洞内留下了一丝缝宝宝的画像作为一条线索 紧接着就走了被公司抓走的马仙红并为其改变向往 然而此时第一批前往24节骨的人竟然全部暴毙身亡 在公司的权力调查之下发现这些人完全没有任何身份证明 于是关于内森岛的信息才首次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毕竟符合这些条件和特征的也只有那些不受管束的内森岛居民 随后马大姐又雇佣了第二批人实地考察24节骨的秘密 这其中就有内森九位之一的以利亚琼斯 以及此次的重点保护对象朱迪 做完这一切之后张楚兰才与金凤会合并决定一起前往24节骨 于是这第二拨人就和张楚兰等人发生了冲突 混战中马大姐借用朱迪的身体开始攻击冯宝宝 接着利用远程控制的手段施展双拳手开始查看冯宝宝的记忆 根据冯宝宝的描述此时的马大姐大概率是已经获取到了想要的东西 之后朱迪生死而第二批雇佣兵的任务也被迫结束 因为在世界一人圈子内内森王何谓是被各国明确承认的存在 所以作为内森九位之一的以利亚也被公司送回了内森岛 通过以利亚的口我们知道了内森王对国内的向往 这里为内森王到国内拜访埋下了第一个伏笔 而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马大姐也知道了张楚兰的一些能力 于是派了萧萧等人前往暗保拦截并击杀张楚兰 目的就是为了让张楚兰能够展现出真正的实力 并为下一步计划做铺垫 当几人发现杀不了张楚兰之后于是都选择了自杀 至此关于马大姐的第一步策划才算是暂时告一段落 而发现张楚兰秘密的陆琳和陆琳龙则自愿加入了主角团 因为关于马先红的这条线索彻底没了希望 张楚兰只好将目光转向了老天师和陆琳两位老前辈者 得到的结果却是老天师直接挂断电话而陆琳不愿过多提及 于是张楚兰又重新将希望放在了全信的金凤婆婆身上 之后在院逃的窜多之下就有了一百多话的唐门篇 而我们也了解到了更多关于假神之乱的信息 虽然这些信息没有解开关于冯宝宝的绅士之谜 但是主角团后续的调查范围也因此扩大了不少 这其中最重要的线索之一便是关于36贼的排名问题 也为后续张楚兰等人到内森岛寻找排名17的软峰埋下了伏笔 而17这个名字的由来还是内森为以利亚告诉张楚兰的 所以说张楚兰等人在唐门绕了一大圈回来 还是进入了马大姐的设计之中 以利亚之所以能够再次出现在张楚兰等人面前 则是因为她折断了内森神术的金支拥有了挑战内森王的资格 内森岛自古以来的传统便是一旦有人折断了金支 就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公开这件事 届时内森岛将会对全世界所有人开放直到新的内森王选出来为止 而负责这次接待内森王以及世界艺人的工作就落到了公司头上 来参加会议的事例也都是全球范围内顶尖的艺人组织 当然这些事例来参加会议也都有着自己的目的 首先登场的是大帝之子会长莉莉亚的手下拉瑞 被内森为以利亚绑架了亲人之后 接受要挟来刺杀内森王最终以失败告终 其次是日本的石川流以及鱼龙会两个事例 石川流的领导石川信有两个目的 第一拜托赵董寻找当年遗失在国内的妖刀之吻 目前绣铁片中的张楚兰等人的任务就是追击被抢走的妖刀 第二则是到内森岛接回望月家族的剑圣望月武 但是作为内森九位之一的望月武拒绝了他的请求 最终被贝西摩斯击杀 因为在贝西摩斯看来这种靠努力练就的剑法不值得研究 还有一个事例就是欧洲的翡翠学会 主要目的就是找到并摧毁内森神术从而破坏贝西摩斯的计划 接张楚兰等人到内森岛的八轮就属于这一阵营之下 还有一个就是黑魔法师斯蒂芬怀特 也就是最后被神术吸收的那个 徒手释放黑魔法烟灭咒并没有摧毁神术后被直接击杀 最后这两个事例在整个过程中就参与的比较多了 一个是美国的贝西摩斯组织也是此次内森岛事件的主要破坏者 他们是穷人靠变异富人靠科技的结合体 主要通过科技加变异的方式来获得大量的异能者 这次登岛的主要目的有两个 第一控制并接管整个奈森岛的原始神明进行异能的研究 第二打着制止岛上暴乱的幌子来抓捕逃往这里的各国异人 根据能力的不同分别将岛上的异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 这其中重点的关注对象一共有三人 分别是奈森王岛调和李牧璇 奈森王是本次事件的主角重要性自不必多说 道调是贝希摩斯组织的初代变异实验体并且不可复制 而李牧璇在这个名单之上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我猜测关于李牧璇的信息大概率就是马大姐的手法 一方面引导张楚兰等人到奈森岛寻找软风并让他们发现李牧璇 另一方面如果双方没有打起来还能借贝希摩斯的手击杀李牧璇断了线索 当然纯属个人猜测大家看看就好 最后一个当然就是咱们国内公司的一人势力了 咱们的目的比较简单就是不能让美国的贝希摩斯一家独大 而公司在整体的安排上可以说又分为了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在战斗初期明面上派遣黄总带着诸葛清等人 以观察团的身份接收岛上的国内艺人 第二部分是全场摸鱼的临时公安人组黑管和肖哥搜集贝希摩斯的信息 第三部分则是在战斗大后期以魅影之称的高二状为总指挥 通过暗网聚集了众多反对贝希摩斯的世界各地艺人开始搞事 被发现之后二状直接化身暴走小罗利在网络中屠杀了贝希摩斯的所有虚拟人 最终在众多艺人的努力下成功逼走了贝希摩斯此次的负责人罗恩 第四部分则是以寻找冯宝宝身世为主的张楚兰四人小队 有了这些基本的认知之后我们再来看奈森岛片的整体剧情 在《内森王》当着众多势力宣布奈森岛全面开放之后 张楚兰等人也从内森为以利亚的口中知道了关于石漆软风的线索 于是主角团的几人就有了登上奈森岛的契机 然而赵董最终的决定却是让他以个人的身份自己想办法登岛 在联系了一大圈之后主角团才在巴伦的带领下顺利进入了内森岛 但前来接应的以利亚却告诉张楚兰等人阮风已经被人装入石囊中带走 于是几人小队立马动身开始拦截马大姐派来的人马 最终以巴伦被王国平吞地倒地不起而无奈结束了这次追赶 随后巴伦施展了六库仙贼的能力吸收了几公里的有机物才得以恢复 这其中就包括他们几人的所有行李和包裹 无奈的几人只能跟着巴伦前往内森岛的集市中寻找新的补给 在内森岛上一共有三大势力划分 分别是内森王与魏统领下的原始内森居民 以北方集市为根据地的外来一人势力现任首领大局 他们以内森岛情报为条件主动向贝西摩斯投降 以南方乐园为根据地的外来一人势力现任首领道调 在集市中巴伦用情报顺利交换到了自己所需的实物 而张楚兰等人却因为密欢与恶病两人的阻拦不得不开启战斗 最终密欢被成功击败而陆玲珑却被恶病所感染 但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众人还想继续与张楚兰等人进行切磋 看到陆玲施展出逆生三重之后 林雾玄于是现身并喝退了众人 张楚兰小队这才顺利拿到了补给以及岛上的情报 此时除了被西摩斯安排的武装人员以外 各方势力也都相继到达了这里 这段时期属于战斗初期所以多以小规模的交战为主 比如石川流的会长石川信携带部下寻找纳森卫望月物 在双方见面之后望月物带着众人直接传送到了王城之下 刚好又遇到欧洲翡翠学会派来的黑魔法师斯蒂芬怀特等一众人员 纳森卫与黑魔法师也是一番恶战 最终只有斯蒂芬怀特一人存活 在得到内森王的认可之后 怀特独自走到了神术跟前徒手施展了无杖烟灭咒 但是神术却并没有在烟灭咒下被彻底摧毁 而怀特也得到了神术的承认拥有了挑战王的资格 由于摧毁神术的计划失败 所以怀特也不再反抗 被以利亚击杀之后将他献祭给了神术 另一边美国变异人的二人组英雄肖恩 以及队友小虫泽和乐园的人发生了冲突 英雄肖恩和南方乐园的首领倒调 都是贝西摩斯SP1实验中的幸存者 再加上两人的变异式SP1实验中偶然出现的效果 并不能复制 所以贝西摩斯特意将导调列为了和耐森王同等级别的存在 之后倒调凭借变异后的强大实力成功击败了肖恩 并为肖恩易容让他们看看内森岛和贝西摩斯的真实面目 然而肖恩却在大决战的后期因为队友小虫的死 直接崩溃最后被武装人员带火 再有就是此时刚刚登上岛屿的林士工二人组黑管和肖格 虽然有公司安排的潜入任务 但两人一直在摸鱼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李慕玄则以女儿李颤出岛为条件与外孙女内森王谈判 并接下了守护内森岛的任务 此时得到情报的张楚兰等人也在集市首领大具的安排下准备撤离这里 等送走李颤之后张楚兰却接到徐四传来了关于李慕玄的身份信息 得知李慕玄就是当年三一门事件的始作俑者 四人小队经过商量之后决定寻找李慕玄彻底解决路景一直以来的心理 于是主角团才算是开启了内森岛的支线任务 至此内森岛的全面战斗也算是正式拉开了序幕 各大势力也纷纷开启了自己的作战方案 作为观察团的公司派出无人机在内森岛无死角广播召回国内艺人的信息 而二状则在暗网全面散播内森岛的地形图吸引那些对这里感兴趣的艺人 拿了支线任务的主角团开始前往王城寻找李慕玄的踪迹 在路上他们遭到了内森岛神明的阻拦并被告知李慕玄不愿意见他们 然而这些神明哪是张楚兰等人的对手很快就被打得无从还手 内森王就派出了九位之一的贝斯迪亚拦截张楚兰等人 贝斯迪亚本是内森岛北方集市的上一任首领 被盗调击败之后找到了自己人生的道路从而成为了内森位之一 但是却一直不受其他内森位的待见 于是派了华金娜来监视他 就当他准备彻底爆发 致使华金娜施展能力控制住了贝斯迪亚 四人小队也只有心思单纯的冯宝宝一人没有被彻底控制 之后华金娜开启天国将贝斯迪亚和冯宝宝关了进去 最终因为冯宝宝过于强大的忍受能力 华金娜被迫关闭了天国 眼见华金娜也对张楚兰等人没有任何办法 于是内森王让林沐玄自行解决这个四人小分队 在一阵友好的协商之后 主角团再次触发了保卫内森岛的支线任务 而毫不知情的贝西摩斯董事罗恩 此时才刚刚下达登岛的命令 一方面派出大部队接收已经向他们投降的北方集市 但是在排查的时候 却唯独不见之前与鹿玲珑战斗的恶饼 这里是一个伏笔咱们后续在单独进行讨论 另一方面派出使者前往王城并劝导内森王放弃抵抗 不料谈判的几人瞬间就被奈森为望月物击杀对战 双方也彻底决裂 待到岛上的国内艺人全部顺利转移之后 罗恩才下达全面攻岛的命令 按照作战等级依然是分为了两个部分 普通艺能者和士兵寻找并捕获名单上的各种艺人 而拥有强大能力的变异者则寻找重点捕获对象 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猎狗和暴难 猎狗也是贝西摩斯旗下的变异实验人 因为脑袋中被植入了炸弹 才不得不屈服于贝西摩斯 与盗调的单挑中不仅赢下了战斗 还被他施展能力取出了脑袋中的炸弹 成功捕获盗调之后重新回到了罗恩身旁 在最后时刻竟然直接叛变 拉着罗恩跳进了神树的底部之内 并且以取出其他变异人脑袋中的炸弹为条件 迫使罗恩一方彻底失败 纳森岛这边则以内森王为主岛 正式开启了王城守卫战 那森九卫分别从王城的不同方向来阻止武装力量的入侵 很显然此时的被信摩斯董事罗恩低估了岛上的实力 在众多神明和那森卫的权力反抗之下 竟然守住了第一波攻击 虽然那些实力相对较弱的艺人都被击败并成功捕获 但那些实力强大的个体对付起来却是异常的麻烦 比如那森九卫中的女武神古纳神医安东尼 剑圣望月物贵金属加西亚 重获新生的被斯迪亚消失已久的恶病 以及摸鱼二人组黑管和肖哥 再加上接了支线任务的张楚兰五人小队 让气急败坏的罗恩再三考虑之后 只能下令暂时撤出岛屿 在调整装备加大火力之后 罗恩再次下令占领那森岛 这个过程中恶病被化为小兵的极度抹杀 临死前说出了他逃跑的原因 就是因为陆玲珑的出现 恶病的感染类似于吸血鬼发展下属一样 通常被感染的下级是不能够战胜上级的 但陆玲珑被感染之后 自己的压制能力迫使陆玲珑屈服 但却没有成功 没有顺利得到陆玲珑名字的 他也撤出战场准备将此事汇报给阻止 相信在后续的剧情中 张楚兰等人必然要和这个势力进行战斗 一番恶战之后 内森魏和神明还是没能抵得过 贝西摩斯的火力覆盖 虽然有神术力量的加持 但还是打得异常吃力 最终女武神古纳被直接击毙 神医安东尼用出最后一丝力气 与敌人同归于尽 剑圣望月物战斗之最后一刻被击杀 贵金属加西亚历劫之后被捕获 贝斯迪亚也在众多火力压制下被活捉 而剩余的四个内森魏 则全部聚集在王城之内 能上场战斗的也仅剩天使阿芳索和牛仔以利亚 以及负责保护内森王的华金娜和伊莲娜 但是拥有守护之光的天使阿芳索 却被伊莉娜直接击杀 随后又在众多士兵的围攻中解决了华金娜 在以利亚的带领下顺利进入了王城之内 此时神术之下仅剩下两个 没有什么战斗能力的内森王和伊莲娜 一切处理好之后 贝西摩斯的董事罗恩也赶到了王城之内 另一边还没攻入王城之前 张楚兰等人在众多火力的压制下也是寸步难行 眼见李慕玄在战场上不肯多出一点 利于是有了新的想法 随后在张楚兰的言语勾引下 成功带着李慕玄脱离了主战场 在双方一阵友好的沟通之后 才算是彻底说服了李慕玄 于是将具体情况和海上待命的黄总汇报了一下 紧接着就是此次战斗的国内总指挥二状 让张楚兰等人听从他的安排 通过暗网的传播 很快就联系好了世界各地对内森岛感兴趣的艺人 这其中描写最多的就是与贝西摩斯有仇的DC组织 还有一些本身就想对贝西摩斯捣乱的一些个体艺人 各路牛鬼蛇神纷纷前往内森岛 是要给贝西摩斯一点颜色看看 至此算是进入本次战斗的最终阶段 被蒙在鼓里的罗恩此时还在指挥手下一人 进行着挖掘神术的工作 殊不知城外的危险已经悄然而至 此时的二状则化身灵体 直接潜入到对方的通讯设备之中 时刻观察着王城内所发生的一切 就在这时以利亚拿出武器准备毁了神术 却被猎狗和暴男阻止 然而现场的一切早已被二状通过设备全部记录了下来 随后就将这里的一切通过卫星 直接上传到了暗网之上 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艺人看到贝西摩斯的弱点在哪里 显然贝西摩斯对二状魅影的信号早有准备 立马就通过设备上传了大量的猎犬围攻他 但是这些小猎犬在二状的抱走小罗利面前完全不堪一击 最终单凭艺人之力毁掉了贝西摩斯的所有猎犬 早已登上岛屿的艺人纷纷接到了二状传来的视频 而那些待命已久的艺人也陆陆续续登上了内森岛 在众多艺人的合力攻击下很快就占领了几时 贝西摩斯手下的变异人也频频被击杀 不肯认输的他于是将矛头转向了海上的观察团 想切断他们的后路 殊不知黄总一声令下上千架无人机直接包围了他们 罗恩在确定这些无人机全部装在了高爆炸弹之后 只能放弃海上的围攻 频频失败的罗恩此时只能带人蜷缩在王城之内 面对眼前唾手可得的神术依旧不肯放弃 还望图将核心带回去 没想到手下的变异人猎狗竟然在这时选择了叛变 拉着罗恩直接跳进了神术的底部 在他的威胁下罗恩的部队全部放弃了抵抗 而此时张楚兰等大批艺人才刚刚赶到王城跟前 然而先前试图攻入王城的艺人都被击杀在道路之上 于是李沐玄开启能力硬是顶着子弹开辟了一条道路 随后越来越多的艺人也加入到李沐玄的队伍之中 当李沐玄拼尽全力之后 罗恩的手下抱难出来阻止了众人 摧毁了神术 至此内森岛片也算是迎来了最终的结局 而李沐玄也答应张楚兰等人准备回去解决路景的心病 随着李沐玄与路景的见面 这才正式开启了三一门篇章 有了以上这些书里相信大家就能看懂耐森岛的剧情了 当然任何解说书里都代替不了原作品 大家喜欢的话可以重新再刷一遍关于耐森岛的剧情 如果说唐门篇是战争年代的一个老年热血饭 那那森岛篇章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我们现实世界的一个缩影 不知不觉间就将艺人的整个版图扩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以艺人为视角放大到整个公司 再到整个国家和我们现实世界的立场合起了相似 等到假身之乱这条线彻底完结之后 能够发挥的空间绝对是相当之大 当然这也恰恰是我喜欢艺人这部作品的原因之一 每一辈人有每一辈人该做的事 战争年代有战争年代的爱国方式 和平年代也有和平年代的作战方式 唐门篇的国之大义家国情怀让我们潇然泪下 那森岛篇的大国风范也同样让我们感叹国内的实力之强大 不再需要过去那种拼着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方式也能获得胜利 这也是我从那森岛篇中能够感受到的东西 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